那你说你比如说 咱们再说一导演 小导演 新导演叫郭敬明 拍了那个 小时代 小时代吧 反正那种片子 我还看了呢 我还说呢 我说这片子拍挺好的 中国电影史上将来有一笔 有一笔 为什么 你拍这个时代 最为不贴谱的奢华 就得拿这片子说事 你别的你还没有 他不是说一点价值没有 他真代表这个时代 代表这个混乱的时代 混乱的时代 应该有几部混乱的作品 拿出来给大家看吧 他有价值 而且郭敬明也过时了 好像郭敬明最近的一个电影 你想他都过时了 他都过时了 我们该去坟里了 对 所以他这个 这个就现在被淘汰率太高 所以其实我就说 你讲王硕冯小刚 其实不是讲他们俩怎么着 而是选择 我就记得当年王硕 上千年三年行 有件事给我印象就很深 他就是 我们那个时候 这个请人的那个编导 叫毕丰嘛 毕丰 然后我说 找王硕 他倒愿意来 但是呢 他就跟毕丰说 是董事他请我吗 毕丰说是啊 是啊 是他请我 他怎么自个儿不给我打电话 对吗 怎么让你打电话 王硕冯小刚 怎么让你打电话呢 那是他请我吗 真心他请我 他应该找我 我一听这个 我就赶快就 跟他打电话 对 没有 他可不是本拿架子 他只是判断这事 真假 他就这样人 这话你刚才学的太准了 就是他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 有些时候 你在王硕身上 你会看到 他就好像 那我跟我就不妥协了 我就不变了 哪怕我就等 等于是一种类似于隐居的状态 是吧 出那一趟就把你们吓死 你知道吗 对 他其实我觉得王硕 他还特别保留了作家的一个本质的东西 这个挺难得的 就是 一种本真的东西 第一 不媚上 就我宁肯不干了 第二呢 刘俗是他那小说一开始就是刘俗的 一开始 文学界一开始都不承认 他是纯文学 说他是个通俗小说作家 对对 就我们国家挺奇怪的 把这文学非要弄一刀切开 一个叫纯文学 一个叫通俗文学 画到通俗文学那边 就第一人一等过去 80年代 30年前 所以王硕 其实我 因为这过来了 这几十年过来以后 你会发现 他这样作家挺难得的 挺难得 就真的保持了作家的一个基本尊严 我说的很准确 基本尊严是有的 我们现在好多作家 没有基本尊严 你知道 这就别当作家了 真的 我看现在这文章 就不知道真的假的 但是说王硕挺有意思 说他写这个 我的千岁寒的时候 他那个门口附近 住着一修自行车的 他每回回家一看 你也是这事 我说的他这事 你就是真事 对对 那也是哥出摘的 摘到妈 说的的 他那就真事 他真是 你给讲讲 他真是 他天天家门口有个修 修自行车的补车带什么的 他天天看着他 他烦 说没灵感 他就开始纠结 纠结 他就得想办法让他走 然后他就过去说 你挣多少钱 就是跟人贫 那不是挣多少钱 他说我给你三万块钱 你能走了吗 那人觉得他哪有这事 他回家拿三万块钱 就给他 给他这人就走了 走了以后他还纠结 他说他会不会回来 我说他不会回来 他说为什么不回来 我说他回来 他怕你跟他要钱 然后说他那账上就三万块钱 那不是就三万 他大概三万零个几百块 他说三万就是他有这钱 他当时有五万 他肯定就说五万块钱你走不走 他肯定是这个 他就三万多一点 我有一朋友他也给过钱 那个吴鸿飞唱歌的 有四公会说 就是我这出唱片 不是不是出专辑出不了 我说也不认识我 他就让我去找他 见面给我五万块钱 出专辑去吧 他比较就是有点 作家的天生的素质 像这些事都是作家干得出来 如果就另外一种作家 干不出来的都不是纯粹的作家 这作家能干这事 视金钱如粪土 尤其视别人的金钱为粪土 马爷你给个结论吧 你觉得就说这俩人的关系 让你有什么领悟吧 或者感触 我觉得一开始是一个相互利用的关系 相互利用 你比如说 你不能说是冯小刚利用王硕 王硕也当时利用冯小刚去 通过影视这个途径去宣传 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影视是没人写的 大家认为你要是个剧作家很丢人 你得是作家 剧作家地位低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写剧本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就觉得 这个影视剧有影响呢 其实还是可望开始 可望当时是那个纸笔的叫李小明 他五十多集 当时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把自己写残配了 那我记得 太他妈苦了 那时候是在一个无望的情况下写这本子 不像你现在 现在作家多牛 都说你得把钱先打我这儿 我才能动笔 那过去都是先写 最后都不知道怎么情况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可望播出以后 那个王硕还是挺敏感的 他就说 因为他是个通俗的东西 可望是个通俗的东西 他写小说也是比较通俗的 就说这电视剧将来的影响力会非常的大 那时候再加上港台 很多电视剧也引进 所以当佛小刚找他去拍电影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跟他们就比较远了 因为我跟文学就好过十年 十年以后 海马购物厅你不是其中的人吗 对 海马购物厅是我最后在做这个事的最后一站 弄完那事我就彻底的离开文学和影视了 彻底离开了 我就我不太喜欢那种分杂的生活 那么他们俩之间一开始就是相互利用 利用 我这个利用是中性词汇 不是一个贬义词 不是就是要利用 那咱俩也相互利用 我让你帮我去主持一个二十周年庆典 那我肯定利用你 那我利用您多一些 对对对对对 就相互利用 相互利用说明你互相有价值 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 不是说俩人全是没有利用关系 那俩人全是哥们这都是些胡扯啊 但是就说你们那个时候大院子弟这么一直混下来的 有没有这种掰了的 然后太多了 你没有商业利益你就不会掰 你知道你有商业利益 只要有稍微有一点过不去的就掰了 仅仅是商业利益 全部是理念啊 没有没那事所有人都为钱 理念没什么 理念没什么 过去还有一种掰 就是你把女朋友搞了就掰了 现在这种事搞了就搞了 说我这都不知道怎么脱手 让你给搞了 是吧 这他倒不会了 现在就是商业 你看掰了的一定是跟钱有关 咱们都公开的 咱们只能说公开的 不用说不公开的 你比如说二张的刚才说张艺谋和张什么张伟平吧 对张评委张伟 张伟平 那掰了那肯定是跟商业有关 那也都不用问他 对没有理想 几年没给他钱吗 对对对 那你现在作为过来人 你到现在你觉得存在不存在一种年少哥们老来伴的现象 会会就是当所有的商业的东西全都没了 就是这个历尽杰拨兄弟在吗 相逢一秀 敏恩仇 卢迅写的 那这个咱们今天聊的呀 可以说是故人 不是故去的人啊 就风雨故人来 就是就是说 咱们今天聊的都是咱们认识的人 我觉得这个有意思 谁呢 谁呢 王硕冯小刚 因为呢我就发现呢 这事挺有意思 就是说最近好像关于冯小刚话题特别多 然后呢你知道啊 连带着一个话题啊 好像有一种拔出萝卜带出泥 我注意到有两个这个微公号 现在有两篇文章 就是好像每次冯小刚出点什么事啊 一个话题啊 现在我觉得也有微公号城市网上做的这么一个趋势 其实呢都是过去多少年的这个八卦 但是呢还哗这两篇文章传的到处都是 哎好像似乎就是说王硕冯小刚的关系 成了一个什么话题 所以我就说哎 马爷今天就在这来 马爷刚才有句话我记住了 说这人不能割叫 人不能割着 人不经割 人不经割 你割老了 割久了成辣的肉了 马爷就说这篇文章里哈 我为什么要找这么一段呢 我给念念 说冯小刚进入 就是都是讲当年 说冯小刚进入王硕的朋友圈后 一直处于饭局末席的地位 主要就是因为他来自普通家庭 其他人都是大院出身 王硕和叶京是邻居 住一个大院 训练总监部大院 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 位列拔部第二 郑小龙是总后大院 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 马魏都出身于空军武器干校 这台就完全是胡扯 对找你成青 对 对写 对 还有后边还说什么 虽身份不匹配 但冯小刚一直都有进步之心 对不对 你先澄清一下 他是这样 这个不知道 他怎么把我写成武器干校 那都是68年69年以后的事了 对 而且武器干校是打到那儿就流动的 对 我们是 我从小在空军大院 空军大院是第一大院 他按位置算的 感觉比王硕他们高 王硕墨席 哈哈哈哈 就他们那个学院 等我们再跨出十个院 也到不了他们那院 因为当时新中国建立的时候 部队有位置 有位置 当时因为北京是不是在用旧北京城 还是有争议的 所以一开始想在石井山 建新北京 所以现在很多特老的人 还说去新北京 是说的石井山 那么在这个老城和石井山之间 这块空白地带就给了部队了 给了部队呢 以天安门为中心 要向西推进 第一个大院就是空军大院 在宫主门嘛 第一个大院 空军大院 第二个是海军大院 然后依次往那边排开 就是他是根据身份 当年这个毛主席特别想见空军 所以他给空军提词都不一样 毛主席为什么想 因为吃了那个空军很多亏呀 没有空军的亏呀 是亏呀 他认为空军很重要 制空权嘛 海军因为咱们 咱就没打过海战 就甲午海战以后 就打不成海战了嘛 所以你看他提词 那过去部队大院 一进门一大隐蔽 这隐蔽上一定都是毛主席的字嘛 海军就是 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 就是一个大白话 空军那题词就牛 它是文学语言 它叫全力以赴 勿迁入侵之敌 你想想他可以搁哪去了 勿迁入侵之敌 对 所以他的这个空军 过去我们空军接电话 那个电话都是公用的嘛 电话一响 拿着说全力以赴 对吧 要答不上那口号 人都不给你找人 入侵之敌 空军是这个 所以空军那院的地位非常高 他们这些都是 就王树那院 真是在整个在这个长城街上 是墨西 他问题是 咱找这组织了 咱找这组织了 他这所有的院都在都在这个这个长城街上 哎 长城街沿线 所以啊我就说 为什么马爷说这人不经歌啊 我给你看看照片 你 看照片呢 咱看看照片啊 这个都是后来的 那个时候就是以前的王朔和冯小刚 然后这个 哎 这个我觉得 这个 这些有点像剧照 真的演戏 真的演这个角 然后你再看 哎 这是当年的 这都广美都见上了 赵宝刚 王朔 冯小刚 葛优 葛大爷 对葛大爷 你再看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像我吗 不像了吧 他都不经歌 这是王朔和马卫都 你说这人经歌吗 哈哈哈哈 哎 刚才 马老师 马老师我觉得你现在帅 哎 我没说年轻嘛 马老师你说 我年轻都这样 我还真是慧眼识珠 刚才我们那个编导就 找照片就是说 问了半天在群里 说这是马卫都 这不是吧 我一眼 我说就这没眼跑不了 肯定是 哈哈 王朔是一娃娃脸 哎 大圆脸 娃娃脸 他当年是 王朔的小说是你是文学编辑 对 我是编辑 王朔的第一个小说集 就是他出书 那出书是天大的事啊 我是责任编辑 我都忘了 那天我翻书 一看上面写着 这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集 叫空中小姐 一翻看版权页 一看责任编辑版维度 说靠下第一份书是我出的 就是我给他编辑 处女多处女于小说集 对 小说集你知道过去搞文学的人 能把自己的字变成签字成书呢 是一个人生最重要的一战 哎 你再怎么成名 你出不了书等于没有 对 而且这个书出完之后出个文集 对 那级别又高了两级 对 对 那个又很高 就是当然咱们也不是要讲他们这个个人恩怨了 那不是我们的目的 但那是我们的追求 这个我我是说哎彩夫你对最近冯小刚怎么这么多人聊他 他每次都会有很多人聊 因为他先聊自己嘛 就是他自己起头聊自己 其他人就是很多的资料实际上是从马老师和冯小刚自己的书里边出来的 就我把青春献给你那种 就是咱看的这这一波的呀 其实没多少新材料 就是就整吧整吧又是一波就起来了 因为他每一次他是有新闻敏感的冯小刚 就是每一次出这种事的时候他先掀一个潮头 哎大家就跟上炒一把他 然后就基本上因为他微博的粉丝量比较大 他容易挑这个一会骂记者啊 或者一会去报社去找事去了 或者那种的 或者一会骂这个或者骂那个的时候 大家就蹭热点嘛 现在就要蹭热点 就蹭一下他的 我咋觉得是因为他连日两年拿了金马奖 先拿一个演员的奖 然后再拿一个最佳导演奖 我觉得我不晓得 我感觉这个就是一个真是一个水军的文章 不是他他不管水军不水军他有影响 主要是源于这次的那个潘金莲的这个上映嘛 还有跟这个王思聪的这个事 对 跟王建林 王思聪是后插进来的 现在都不用王建林出马吧 儿子比老子能打 那这个厉害 对 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是小刚没有想到的 就是恒冷不丁的又插出一人来 他就有点不好招架 这事因为他这个中国人很讲的 这事还有个辈分嘛 是吧 这个中间插出这么一个就没法说话了 对 他就不好说话 所以我觉得后来就没有话 就出现了这些微信里发的这些大八卦 我觉得这算大八卦 就是把你各种八卦传到一起写篇文 现在人呢 有的人不知呢 就看一看 看这故事 里头现在都是三分针 七分钾 现在所有的事都这样 还真是 比如说像那个文里边写的 这个方小刚见着王寿之后的感觉 像抬头望见北斗星 那是任冯小刚自己说的 自己在书里边自己说的 这个就跟别人揭发两个一样 王硕的文学地位或者文学粉丝是非常多的 就是这个他在王硕那个作品的顶峰期 我觉得今天没有一个作家能做到 他影响是一代人 我认为影响了相当多的一代人 我 我包括我 感动嘛 有的地方他写的很多情感问题 非常感动 那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一般人 广美听着声吗 你跟父亲刚刚也常见呢 没有那么常 住在以前住同学院里 但没有常常见 嗯 他跟我先生以前私交比较好 嗯 所以你就什么都不能说了 是吗 也不是他我觉得我们像这种话题都是公共话题 公共话题只要你出于公心 因为朋友之间吧 嗯都有过去都有未来 是吧 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出于公心并不难谈 就是这我我说事要不然我可以不说 但是我不会出于一个私心去评判朋友 这就是我们选题的标准 对对对对 就是就是说你看我就觉得这事啊 为什么这个事很值得一聊呢 一个是让很多不知道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啊 你比方说像我碰见一个就90后的 其实在你们当年这一法人里边 嗯 按照某种世俗标准来说 这个冯小刚实际算是比较功成名就的 对吧 他是草根逆袭嘛 对 就是大家最希望的就是这种 特希望最底层的人能够上上到最上层 这是大部分人的关系 他当年在你们那圈人里边 是不是真的就是像好像跟班啊 或者培居墨西 对啊 你看那个他自个的书上也在写嘛 他最初是个美工嘛 你知道中国的导演学导演的全没戏 就是你看那导演里 学导演的只有一个大导演啊 咱说起来就是凯歌算是凯歌 剩下的你像张艺谋学摄影的 冯小刚学美工的 姜文是学表演的 对吧 他都不是导演这事 我跟你讲是天下最好干的一事 你想你想现在好多人从来都没导过眼 那一导卖十个亿那叫什么煎饼侠按什么侠 对不对 那现在是个人就说有人拉着我说你来做导演 我说我哪能做导演 说现在导演根本不需要会就你来了你弄个事 有人给你导 现在导演 人家告诉我说导演 就是比演员脸皮再厚点就是导演 就是就能干了 就是你给人说就完了 所以 我是觉得这事就是 你比如说一个90后的一个大学生 他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在他心目中冯小刚是大明星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 但是他又看这些流传的这个文 他说王硕是谁 说王硕是冯小刚的精神领袖 说当年冯小刚都是跟着王硕混的 所以我觉得都很有意思 说说这个王硕 王硕当年真的就是 就咱们我就觉得对我们的影响 就是可能是现在年轻人很难想到的 真的是说他不仅影响了冯小刚的语言 我认为他对我的语言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有一种说法叫新北京话 就是他跟老舍先生新京味小说 新北京话 就是你比如说他这里边讲到的 我就说这些文章是 这个对冯小刚好像有一种 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 是水军呢还是什么 似乎人们 你比如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我觉得这些文章里边表面是平平客观 实际上似乎隐含着有点按扁冯小刚的意思 就是说按扁一个人的方式 反正就是盘盘您的出身 你看当年你怎么怎么着 怎么怎么着 您有这个感觉吗 就是在座的这四个人里边 只有我跟冯小刚没任何关系 你肯定在这四个人一个院的 这个肯定有过交流或者接触 我完全没有 所以我可以没有心理负担的去夸他 当然就夸你了 可以夸他 就是我其实看了那个文章 是有一点反感的 因为作为一个村里来的孩子 就是你会觉得 怎么老提冯小刚这出身呢 就是冯小刚也没提你们 对吧 你比如我们会经常说 这个王硕埋带冯小刚了 这时候就会一代人会一直说这事 说这人就是不能功患难啊 这么之类的 夜经呢 这个拍片 那当然这个更厉害 这冯库的那个角色 基本上就给影史定位了 就给冯小刚这形象 那实际上冯小刚实际上没说过他们 我就你比如查资料 你说冯小刚对王硕 他不管心里边是怎么着 或者他不敢 或者说他真的是敬畏 或者他真的是崇拜 没说过 然后到拍《沸丧勿扰》的时候 就是要继续在合作 就是有可能一个底层出身的 或者胡同出身的人呢 他在事业上升的过程中 他会有各种各样的姿态 也不是说心胸大 但是他会 他不会说我坚持一个什么东西 我跟你永远是仇 就是现在成了别人一直埋在他 他呢 我就尼尔啪唧的 就是你来找我呢 你看夜经在拍电影上找我来站台 我还站 就这种 甚至有一种委屈求全在这里边放着 甚至觉得有一点小可怜在里边放着 这个就其实昭示了 就我觉得草根出身的人呢 出工程名就有多难这个事 打院的仔细像马老师 那不是 有这事就是说明成功 你不知道 这人成功必须得两关 最简单的两关 第一关叫谣言 就是你觉得你身上开始背负谣言了呢 我告诉你 就是你快成功了 你叫谣谣言他不来 谣言来完了 你下面得等着有强大的精神准备 有一天你要成冯小刚那地位 叫污水就来了 叫湖 一盆一盆的往下泼 因为污水你挡不住 你知道吗 谣言你还可以去说说怎么回事 你这污水一盆泼过来 你这没有招架之力 像这种事吧 我觉得就是一个市民文化 市民文化 你每个成功者背后 都会被人去扒各种事情 我们现在舆论是 说起来在全世界范围里 是最自由的 随便说 你攻击人家 你胡编乱造 有人还说我帮富婆呢 你知道吗 那当然人家说我帮 我有怎么发财子 我帮富婆 您那时候 对 那我也有希望了 对 我那朋友跟我说 他还气得不行 后来我说 我这事我都看见多少年了 我都没滋生 为什么 我说我很容易证明 我没有帮过富婆 是什么呢 我年轻那会就没富婆这东西 我上哪帮去 对不对 我年轻的时候 全中国也没一个富婆 上哪帮去 外籍的 外籍的 你帮不上 所以他造这谣就没有用 是 但是马爷 你解答我一问题 就是说假如有富婆的话 您念的是靠什么帮上的 哎 那你这 这我不知道 他怎么 靠三寸不烂之舌 对不对 不一定非得拿这个 现在这种小鲜肉 有的人他就嘴好使就行 能体 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人是嘴好使 不是脸好使 脸好看没有用的 这您当然强项 我理解了 那不是这意思 就是 他这种污水 或者说造谣言 还有一个网上 还有一个什么 也不是谁写的 说我当年怎么上深山老林医 去找古董去 捆在树上三天三夜 是王硕救的我 我心里说 我说 我捆三天三夜证明什么 你知道吗 证明我身体好 你看 他反应是低对的 我就是身体好 捆他们三天三夜 你们捆个试试 哪有这事 放富婆我是嘴头好 就是他这个都是你 你走在社会上 你在什么高度上 你对应的就应该接受这个事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过去是因为没有这种网络 就底下私传 你也听不见 说什么说什么都有 我听的那种各种事 你比如有人不知道 我跟王硕冯小刚熟过去 过去熟 那么有人在面前说那事 我听着都这么不天谱 你知道吗 比如说 比如就是瞎编 有的人认为他怎么着 当年怎么着 就说这种 就当年的事 你没有亲历的时候 你说不出来 因为我是一个职业编辑 过去就是看人家 是不是说真话 说假话的 那么你这事是编的 和你这事是真实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王硕写小说 王硕写小说的所有的事情都能找出原型 他就是能够再现于曾经过曾经有过的故事 而且他再现能力非常强 所以那时候他感动的人不是几个人 成千上万的学生都被感动了 广美看过王硕的书吗 我真没感想你们的那个 对他没看 你比如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人 你是另一个语经理的 我08年才搬到北京来 对啊 那他们都过去 因为王硕的小说 经常有种不过江 就是北方语系的小说 尤其是不会到台湾 香港那种地方太多 而且我相信就算以我的这个文化这个背景吧 就算我看了 我相信很多东西我是没有办法理解 你最理解的就是琼瑶阿姨吧 我也不看 你看过没看过吧 但琼瑶影响了很多人吧 琼瑶的电影 原来有人有一阵子还说王硕是男琼瑶呢 他就这意思 他影响的人多 但是你说你比如说 你老公当年跟这个小刚也比较熟 你在他们这个圈子里老听他们聊 你这个台湾长大的 你现在对他们聊的这套科能议会了吗 我告诉你 我是属于那种男人的局 我老公的局 我基本是不参加的 你知道因为女人在男人的局里面 男人有很多话是不好说 不方便说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些老北京 这些老胖们自己在一块玩玩的开心一点 但如果说你问我 就是说对小刚导演的感觉吧 我这么讲 我08年搬到北京来 我跟冯导第一次接触是他的《非诚勿扰》 在杭州的首映里 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冯导真的是自带光环 就是他一站出来就自带光环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我穿了高跟鞋 我整个人比他高出大半个头 但是就是说他那种高大上的形象就可能是 就是 他很高大上吗 就是他 我觉得你想说他的气场嘛 那个时候那个片子又卖的这么火 就是说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就觉得 因为以前耳闻就觉得他是中国大导演什么的 然后第一次亲眼见到他的时候 真的也是给我非常高大上 旁边这个舒淇又站在旁边 这样子 我就觉得哇 这个形象就非常的 真的是高大上 但我后来因为我签了华仪 然后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冯导 但是也多半都是在台上啊什么看到他 第二次很贴身的接触的时候呢 说真的我对他的那个整个的感觉 真的是很震惊 为什么 那一次呢是在一个 也在世贸天街 但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我先生 在世贸天街的一个私人的局里面 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喝的比较高一点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冯导正在跟我们中国的这个 他说他是怎么讲 他如果说他数二 没有人敢说是数一的某著名企业家 正在跟他就是 王建林 瞎说瞎说瞎说 那时候他们还没在美国敲钟呢 然后呢就开始跟他就是各种的 我那时候就是他的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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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话的那些内容 其实真的是蛮跌破我的眼镜 我心里就在想这么一大腕的导演 因为他肯定是投资人 我就会觉得说一个导演面对一个投资人的时候 他身段可以这么的低 而且就是他的那种微小 把自己放到那么那么的微小 跟我第一次见他那种高大上的那种感觉 就是形成这么大的反差 所以那时候我心里就觉得 人成功真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真实的风啸刚 是吧 就是能趋能深的 你想想他跟这个 就是说他跟王硕的这个不同 就是他能低声下气 你知道就是说 他到这个就有 我对他没有什么褒贬可言 就是我就说我亲身感觉到 有一次别人在抽烟 就戒了烟了 后来又抽又抽起来了 后来我记得有一次他就说 他说我想想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哪哪 唯一一件事不需要跟别人商量 自个就能决定的 就是这个抽烟了 所以我想我干嘛要戒呢 这等于为什么他爱哭呢 是不是因为好多这个心酸史啊 这你要说他爱哭 我还真就没见过他哭 我从来没见过 是吗 对对对我没见过 所以我不能随便去说 其实这是一个性格史 因为